现代生活,入夜之后,看看时间你到十点,即使放下手机,该睡觉却睡不着,然后斩转反侧,思前想后,脑中开始浮现出过去,现在,未来的事,这其中有开心,有焦虑,甚至恐惧,悲伤,这一情景似乎已经成为大多失眠者生活中的写照,没有失眠的人不懂失眠者的痛。 我遇到过这样一个失眠患者,那是在去年,一位三十岁的女士找到我,她向我倾诉,她自己实在是无法再忍受失眠带来的痛苦了,请我帮帮她,我询问她发生了什么,于是她向我道来。 她是一名企业高管,最早一直从事销售工作,经过几年的打拼和努力,才走到今天这个位置,因为工作原因,她经常起早探黑,当时二十多岁的年纪根本不把睡眠当回事,困了就喝咖啡,业绩的确是少去了,可人的精神却越来越不好了。 就在两年前,她觉得晚上根本睡不着觉了,因为她就算身一躺下,脑子还在自动思考工作,思考身边发生的事。 她想停下来,可根本停不下来,于是她开始使用药物帮助睡眠,一开始吃医生给的二年药。 效果还挺好的,可是逐渐出现一些头晕,头疼的情况,后来这个情况越来越重,她的体重也逐渐消瘦,年仅三十岁的她眼角净已经出现几道深深的皱纹。 我告诉她,这都是日积月累积攒出来的,想要真的根治,药物是很难的,之本还是要从食疗入手。 我向她推荐了几种食物,让她经常服用。 这九种天天见却不经常吃的食物,其实是失眠的关键。 食醋 有些人觉得长途旅行后,劳累过度,难以入睡,这时可以用一勺醋对入温开水中漫浮,饮后即可安心入睡。 糖水 如果因为烦躁发怒,而导致无法入睡,可以喝一杯糖水,因为糖水可以在体内转化为大量血清素。 这种物质可使大脑皮层,避脂而容易睡眠。 织成,将菊子或橙子一类的水果切开,放在枕边,其香味也可使人进入睡眠。 小米 中医认为,小米具有健庇、核胃、安眠等功效,在晚饭时小米煮粥,可起当安眠的功效。 鲜藕 藕中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,以及丰富的钙、磷、铁等和多种维生素,具有清热、氧血、猪烦的功效。 可血需失眠,葵花籽,中医认为,葵花籽具有瓶肝、瘤血、降低血压和胆固醇的作用。 梅藕刻意把瓜子,有助眠的作用。 莲子 莲子清消可口,具有补心一皮、养血、安眠等功效。 生物学家证实,莲子中含有的莲子锦、芳香带等成分有镇静作用。 每晚睡前服用糖水煮莲子,有非常好的煮粘作用。 大枣 大枣 胃肝 海藤类 蛋白质 维生素C 有基酸 棉叶质 钙 磷 铁等 有补皮安眠的作用。 卧笋 莲笋中有一种乳白色酱液,具有安眠镇定的作用,而且没有毒性,非常适合神经衰弱失眠者。 将莲笋带皮切片后煮汤喝,睡前服用具有非常好的助眠功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